赏 ketchup 這台儀器相信大家都見過 它的名稱大家知不知道 原來加拿其全名叫做 自動體外心臟去纖維性ымиiß研凍器 簡稱去墊器或者是AED AED是一部非常容易使用的救心器材 它可以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发放适当的电流 去除心脏所有的不规则 不协调的战动 令到心脏回复正常的跳动 当发现有人突发闻到 应该先报警求助 同时可以询问一下 现场有没有AED 以便进行限一步的急救 然后检查一下伤病者 如果他们没有呼吸的话 就要立即施行心肺复甦法 当取得AED之后 可以将AED放在伤病者旁边 按下开关键启动仪器 AED是会发出语音 指示所有操作的步骤 然后解开伤病者空前的衣物 和去除金属物品 取出电极片 除去它的保护胶片 根据电极片上印有的指示 将一块电极片贴在伤病者右边的锁骨以下 而另一块电极片就贴在心尖位置 将电极片贴上之后 AED就会发出语音指示 作自动分析伤病者心律的程序 切勿接触患者 正在分析心律 这个时候 操作者只需要确保 没有任何人接触伤病者 和停止心肺复甦法 以免影响分析结果 如果分析结果是建议电极 AED是会自动充电的 全自动的AED会自动发放电流 而半自动的AED就会提示操作者 按下电极键发放电流至伤病者的身上 电极之后 可以立即施行心肺复甦法 当施行了大约2分钟 5次30比2的循环之后 AED会发出语音指示 重复自动分析心律 正在分析心律 不需进行电击 但如果去战器显示 不需电击 就应该立即继续施行心肺复甦法 同样一共5次30比2的循环 2分钟之后 再重复分析心律 急救员应该继续这个救治程式 直至到救活员到场 或者是伤病者 有活动征壮为止 感到这里 相信大家对AED的认识又加深了 下次去到公共场所的时候 不妨留意下这部仪器的位置 再见